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hello大家好小汤 上一集我们说到这个比利迈尔第一步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啊比利迈尔2 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呢 去看前面几集你的订阅和关注啊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如果想看我们生活频道的朋友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生活频道 那么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比利迈尔 对吧他跟这个某秀星人的接触 所以他们只选择了个别的人类啊 接触而是他们明智的选择 他说这个最高的领袖啊 他是一个生命的形式 他没有具体的面貌和形体 那他是一个灵魂的存在是吗 但也不是仅是精神层面 他是介于两者之间 就是他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人形 那个轮廓大家能看出来 就是一个轮廓在内 但是是透明的 如果你向他伸手的话 你的手会穿透他的身体 他说这个呼拉特啊最高的精神领袖 他并不会下达任何的命令 给我们星球的任何 他只会给我们见 然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就凭自己的智慧 来判断并进化自己 并做到最好 这是我们星球的一个整体发展 和领导的一个局面 就是这样子的 那他的精神理说应该也是 用心电感应的方式告诉你 对啊 也有新兴的人吧 对啊 那我觉得 他是不是很先进 2062V也说的就是主机啊 或者是木内赫言那期说到的那个巨大的意识体 对不对 哦对 一个意识体他就本来就是没有心 没有心 对啊 但是他会告诉你们该去怎么做 给你一些意见 建议 但前提是这些人民也本身要很聪明才行吧 一些知识量也要很丰富 当然啊 一千岁呢 每个人都会几十种那个技能 肯定啊 所以这个曼尔告诉我们 就是他已经到过外太空好几次 并且在这个近距离啊 看过我们新戏中的一些星球 就是因为这个毛秀先生带他上了飞船以后 起先就是他说我无法相信 只是礼貌的发出一些回应而已 就是听到他这些故事的人 但是后来他展示了一些照片给我们看 就是他在这个外星飞船内部 拍这个他近距离的拍一些星球的照片的时候 所以其中一张照片就令所有人不得不相信 因为在飞碟内 他和他的伙伴在这个太空舱中 他看到了这个前苏联的和平号 和美国的阿波罗太空飞船结合的一个情景 当时他把它拍下近距离 有时他们这个情景距离啊 他说他离这个太空站对吧 只有三米就这么近才拍照片 那他照片哪来的 1971年 所以在照片里你可以看见这个 前苏联的太空人的背后啊 头盔以及衣服上清楚地写着 COI的三个字 另外的一些照片中你可以看见啊 就是结合着当时操作的情景 比我们当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 还要清醒那个照片 那肯定这就是很近的烧牌 对啊 所以他说你不得不相信这个 因为当时的电视上转播都没有这么清楚 你知道 所以在1976年的秋天 这个迈尔接触的这个笔记已经扩充到了800页 并刊登在这个欧洲的某个杂志上 有关于他的报道也更加的流传开来 并有好几百位的好奇的民众专程 从各地跑到他的家里来目睹他 来看他的人排成长龙 就跟那会儿那个八八万家 被拍成长龙是一个概念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许多人在他走出房子的时候 都会跟着他悄悄 希望可以看见这个银色的太空飞船 或者是白发的这个西米斯 又能成功吗 或者可以抓到这个迈尔利用这个模型 来伪造一些照片 但是都没有看见一张 就是迈尔说他有一次还被一个车顶上 装载了什么螺旋天线的一部福斯汽车 来跟踪他 但是接触事件依然持续着 迈尔也向各地的访客 来描述过每次卯秀星人 引导他到山上接触现场而发生过的事情 首先就是说 一架银色的飞船在距离地面 一百二百英尺的空中 静静的等着他 然后地球的磁场会暂时的减弱 迈尔会朝着太空船下方走过去 不需要经过任何有形的力量的触碰 他的身体便向太空船的上方而上升 被吸上去 对啊 从地面到上升到空中 大概需要五秒钟的时间 迈尔说 他可以俯视整个地面 他说在那里似乎有优雅又舒适的 一种波动的光线 虽然西米斯有时会将太空船 降落在草地上来见迈尔 但是他说 现在比较采用反重力的方式 将迈尔吸入 另外还有第三种方法 更快 但是它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 他们有时候会使用这个方法 将迈尔传送到飞船内 就是将迈尔飞物质 他不用走到飞船内 他只需要在家里 他们召唤他的时候 直接传到飞船 就跟那个星际迷航里面 直接那个 哗就传进来了 也不用你走到下面 他说用这种方法 迈尔说这种方法叫 心灵传送 他说这种方法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来进行 例如说就是只有在我心智与良知很清晰的时候 他才能用这种方法 毛秀先生说就是要用这种方法传送的时候 是将这个迈尔的身体分子结构分解 物理分解 无论当时他的身处何处 就是传到太空传上之后 再将这个分子化的他重新组合回来 转换一次大约需要花费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将他传送进来 那有点久 那倒不如再来就被吸一吸就好了 那他还得开车去 找啊 那么再把他传送回原来的地方 是又再再次的分解他的身体 然后再组合他 当他采用这种方法上身的时候 迈尔他说他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危险是发生在返回的时候 因此就是迈尔的心智与良知 必须再次清明才可以 那他怎么判断他自己 就是你但凡有点斜念啊 什么的 你就完蛋会丧命 谁也没有心智 然后这个外星人要怎么行 他说这个心智就是说 他说我在这个外星飞船上 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平和安静 祥和的一个世界 感觉就是 就是让我不想再回到 这个混沌的地球那种感觉 但当他把我传送回来的时候 就那个反差太大了 让我的心智就有些紊乱 就是让他有点厌恶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不能有这种感觉 他不是那意思是 迈尔说这个 当太空船熬向在大气层中 准备将他送回地球的时候 如果他的心智和良知不够亲民 就进入这个心灵传送当中的时候 他必定会死 迈尔解说 他三番两次的检查我之后 才敢用这种方法 才带我上去 如果有一点点杂念 他们都无法这么做 那么这时候他们就通知我 要我骑着摩托车 开车出去 如果我杂念的话 就开车出去 到哪个哪个地方 他们到他船中上 迈尔借助反重力 进入舱门 他说是个圆形的 位于这个太空舱的底部 迈尔只看到过 舱门打开和关闭的样子 但并不知道他是如何运作 他说这个飞碟的内部 就相当于一个 保安的警卫的一个中心 全是大屏幕 或者说有好多的电视 萤幕的安全监控 中心 四周围绕着窗户 然而看起来 又像玻璃 又像金属 当太空船通过 不同的大气层的时候 这个窗户 颜色也会改变 比如在早气中的环境中 它会变为黄色 而在其他大气层 则变为绿色 蓝色或红色 太空船在这个 星际太空旅行的时候 会使用一种扫描仪 来导航 因为在太空中 从窗户望出去的时候 是一片黑 什么也看不到 他说控制台有三张椅子 看起来像是一般的椅子 你可以将它当作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椅子 或者说 将其中两张椅子 折叠拼起来 它就是一个床 与地球上的床 是非常不一样的 怎样不一样 太空舱内的床 它说是环绕着你 就很像一颗胶囊 而且它说 这个平展的舒适台上 有一排排 一根手指或四根手指 就能整体操控的 一个金属的一个旗子 围旗那种旗子 在那个操控台上 而且它说 这些旗子 有着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银色 金色 红色 对吧 绿色 黄色等等 而且操纵的时候 你手指根本就不需要 按这些东西 你只需要把手指 轻轻地搭在上 就可以操纵 那么每次约会 这个迈尔就学到了 更多有关于 某秀星人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某秀星人 对人类的看法 他们到地球来的目的 以及他们接触的目的 在他们会面的时候 迈尔就问到 为什么你们 不经常出现在 大众的面前 展现你们自己 为什么你们 不与政府机构里 接触 如果我们经常出现的话 地球人只会把我们 经常当成神明 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我们经常出现在 地球人的面前的话 地球人只会把我们 当成神明来看待 也是为什么 我们暂时 只与不同的人接触 然后透过他们来 宣传我们的存在 以及我们来到 这个星球的事实 我们认为这样 做比较保险 而且所有地球上的 政府都充满了一种 追求权力的一些人类 还是比较自私 对 在和平与友善面具之下 他们唯一想要的 就是占领我们的太空船 进而统治整个地球 对对对 这是你们人类的想法 但是他们 并不会因此而满足 所以这些不知节制的人 会想要掌控整个宇宙 所以这种人 存在在地球的各国之间 都有 甚至在自己的国内 都不能建立和平和友谊 他们这些 又如何能有能力 来掌控我们这么具有威力的太空船 对于在大众面前 显现我们自己 并没有任何的心虚 现阶段维持 与个别人类接触 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要透过这些人 让其他人慢慢的了解我们 以及了解我们存在的目的 并为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而做好准备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 未来我们会来到地球 只是时机还未到 所以他们还不能 跟地球的政府而接触 他又说了 他说我们 某旧星人给你们一个 更进一步的一个警告 就是地球的人类 在解决某些科学上的奥秘之前 一定要发展他们的心灵 这是文明进化的重要的一种 即使是如此危险还是存在的 他的意思是说 地球能光去研究科学 但是你自己自我的 那个心灵层面都没去修炼 对 你的精神意识达不到 光是科技进步了 你还是会毁灭 他说是科技和心灵要一起进步 因为他们那些外星人 其实不管是在他的意识也好 还是心灵也好 他都是很纯净的 他没有那种 邪念或自知 所以人家才有那么高的维度 所以他说这个 因为野蛮的地球人 将会运用他们的科技 来满足他们的邪念 有权力的欲望的一种追求 人类必须警惕 警惕在心的是 就是当他们获得了 所需要的技术的时候 比如说这高级技术 一定不可以抱着 永远要做胜利者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飞往其他的心球 这是我们对你的警告 你为什么不能抱着 一个胜利者的心态 去其他的心球 因为其他的宇宙的居民 在被异族攻击的时候 并不是毫无反抗 你们抱着一种 胜利者的心态 去到其他心球 一定会被人家打的 对 太自满了 太自大了 对啊 所以他说 对地球人类而言 这将会导致 致命的摧毁和完全的奴役 使得地球人 再次回到远古的 石器时代 当地球人想把 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贪念 带入宇宙中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考虑到 自己可能会被完全的摧毁 因为比你强大的人 还多了去了 但是我看到好多电影 星球那些电影 就是现在那些拍摄的 那些外星电影 他那个电影的宣扬 他都还是有那种 要征服人家的那种 那种心理存在 对 电影老宣扬这些东西 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黄明慧那期就说了 让好莱坞 让迪士尼去做这些 科幻电影 来误导人 阴谋论里面不是有说 他说这个 所有的地球人皆必须知道这个事实 就是之前他们说的 你们在宇宙当中 必须要去掉你们的贪婪 对吧 权力的欲望 如果你把这些带入宇宙中 那你必然会被毁了 他说因为 现在你们地球人的心灵的发展 仍然非常的平凡 在你们自己的太阳系中 他说曾经有第二种人种存在 我信的是 他们的星球在一次大爆炸中而消失了 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 只留下了许多的碎块 而变成了环绕着你们太阳系的 一些小行星 什么呀 他讲的这些 就是绕 太阳不是有 其中有一环碎石 就是行星带 就那一带 那一颗就是以前一颗行星 那么在1944年的2月3日 是迈尔7岁的生日 就说他小的时候 他怎么开始接触的这些 卯秀星人 一种新的 低沉又清楚的声音 第一次进入他的意识 并且命令 我学习和搜集他们传送给我的知识 年老的这个史法斯 就告诉这个迈尔 在50年代出他将是 迈尔的新领导师 以后会有更高层的生命 来担任更高层的教育 意义的责任 所以迈尔就被挑选 要去执行一项任务 那么到了1953年的 2月3日的时候 当迈尔16岁的时候 这个史法斯 是不是那个 毛秀星人 对啊 在他16岁的时候 再也没有再出现在他的心中 安静了好几个月 一个新的声音又来 并且与他交谈 他说他的名字叫 亚斯克 那么这个亚斯克就 来自达尔宇宙 他说你们的这个宇宙啊 你们地球人对他还一无所知 他开始教导 我们的就是这个宇宙 和你们的宇宙啊 是一个平行 我们的时间和你们的时间 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并行的是 很多位于时空中的宇宙啊 是你们完全不知道的 科技的进步 已经把我们的宇宙 和你们的宇宙的屏障而打开了 从此以后 这个亚斯克啊 便鼓励他到世界各地去冒险 就鼓励他说年轻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探险 去学习 你才会知道 和更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就鼓励我们地球上的年轻人啊 都去旅行 探险 学习 穷游嘛 由于他精心的鼓励 和心灵感应的教学的教导 这个启示 这个麦尔 说他在1958年开始 他就有了有生以来 第一次的旅行 中东之路 因为他让他去中东 他说我被告知 我一个人到中东去 看看他的真实面 他说到了 因为那里和前世的人的生活 重要的是 地方是这个耶路撒冷 伯利恒 约旦 耶稣 诞生的地方 其他重要的地方 则是包括巴基斯坦 喜马拉雅山的山脚 喜马拉雅山里面有这个外星人种族 是吧 或者是基地 所以都让他去 以及印度 佛教的起源 你可以从自然界 学习到很多东西 他说 你可以观察行星和动物 思考各个事件之间 是如何存在的 以及他们如何生存 还有就是他们为何会死亡 他们如何能生活在一起 就是这些东西 以及就是这些是从自我自然界 学习到的法则 以及他的训事 是什么 这是他以他们 博秀新人的这种教育当地孩子的方式 在教导他 那么离开中东后 他说他几经辗转 在1965年的6月3日 到达土耳其海岸 到达这个伊斯肯德伦 麦尔坐在一部旧的巴士里面 当时他和另一部巴士 而相撞 他从窗户外而摔出车外 这次意外而使他失去了这个左手臂 只剩下就是手肘以上的 这个博秀新人就告诉他 这是为了他好 为什么 也是为了新的与他接触的导师好 他断一个手臂 跟这个有关系吗 就是说这是他这个命中 必须要承担和经历的一个事情 但是因为你断了这个手臂以后 你在将我们的信息 传达给地球人的时候 就才会有更多的人相信 因为你如果是个健全的人 他残疾人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人怀疑他了 说外星人的照片 是不是你去哪 做了一个什么飞船 对吧 然后又去拍的 比如说外星飞船降落起飞 是不是你从哪 掉了那么一个飞船 什么的 制造的这种景象 但是如果你是个残疾人的话 这种可能性就又被大打折扣了 所以大家就更相信他 这个卯秀星人就告诉这个麦尔 说你未来的十一年 将会受到我们的监视 如果十一年后 你的心灵达到了适当的水准的话 你将被允许做面对面的接触 届时新的教化 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所以他说就是 你们地球人的祖先 是来自于天秦星座 亚斯克告诉麦尔 当你成熟的 足以能够听懂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将从你的祖先的后裔那里 获得解答 以上就是麦尔年轻时 所遭遇的一些事 所以好了 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下集分享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吧 你的订阅和关注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别忘了三流 拜拜 拜拜